嗨 今集的小時化有創作小碎片想和大家說一下夕陽這首歌 不過我不說了 我想邀請今集的特別嘉賓 Jordan 鄭君慈 即是我們的編劇 先說一下他的創作靈感 稍後見 大家好 或者我也說一下夕陽這部份 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這件事本身起初都是有點個人的 他的故事其實就是講了一個男人 他自己的一個很長 也都很碎片的monologue 他大約就可以在那些子女行間那裡 自己去拼湊個故事 其實我也想用這個方式去講一個短話很久了 其實他是來自我當時的一個 挺接近我自己的一個體驗 那時候我自己本身家裡有一個親人 他就 重病 差不多就要離開了 那時候我就去探望他 他去坐醫院的一間很安靜的房間 那房間其實有其他病人在那裡 我去到床邊 跟他聊天 跟他見一見他 於是我們就坐下了 坐下了的時候我開始 很容易就會 因為其實可能 對方其實已經 睡著在那裡 也都 不會有什麼特別反應的了 但是 於是我就花了一點時間去觀察周圍的環境 因為他始終不是你 每一天都會去的地方 Touchwood 所以我發覺那個 寧靜是很特別的 他這個地方的那種 氛圍 跟其他一些 安靜的地方 譬如 圖書館 或者是一些需要 silence 的地方是很不同的 他有一種很特別的 氛圍在那裡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 有關 生命的地方 特別是生命離開的地方 其實他會 有一種 很特別的vibe 我當時是感受很深的 因為那個時刻 其實你會跟 在病床上的那個人 建立了一種關係 就是你對他的所有 以往的回憶 都會走出來 走一次 因為 溝通不了 亦都不是很溝通得到的了 其實已經 但是那個時候 你自己的腦袋 就會不停地 閃 flashback 一些以前 你們兩個 相處的一些過程 一些經歷 一些對話 甚至是一些感覺 而那件事 一直都在我自己的腦裏 很安靜地進行 因為 其實那個房間 真的很寧靜 亦都沒有任何 傷感 亦都沒有任何 呼天搶地 它只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我記得我 坐在床邊 然後就看著 外面有個窗 即是在床邊 那時是四、五點的下午 是有很漂亮 很漂亮的 金黃色 照在他的房間裡 我覺得 這個感覺太有趣了 即是他是同時 幾種不同的情緒 同時碰撞在一起 是很漂亮的 那時的房間 但是我 我們 其實就是 面對著另一種 完全跟這個夕陽相反的感受 於是我就希望捕捉了這件事 去創造一個 短短故事 那我當時就第一時間想到我怎樣可以 令到這個反差再大一點 於是我就想到一個 男的去探望 他自己的媽媽 然後 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 說不到的 他決定在那個時刻說出來 那我就 沒有想那麼多 落筆就開始寫了 那我發覺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Pieces 因為 他有很多 因為這個 小事快樂這件事 其實本來 就是充滿著 Monologues 而且他本來是充滿著很多 小的密碼 在裡面 那其實我自己做創作為 寫劇本的時候 都很喜歡打瓦迷的 我不是很 Prefer 經常都要說到一些東西 很清楚明白 這樣反而有空間 給觀眾自己去 領略 去感受 所以 這個 Pieces 我是 特別鍾愛的 那我相信 導演 或者團隊 其實都 對這個Pieces 有一種 獨特的喜好 所以 最終他出來 呈現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是 很特別的 因為 文字創作出出來 文本創作出出來之後 交了給 導演的團隊 交了給演員 他們再去將它轉化 成為另外一些在舞台上呈現的東西 對於我自己作為第一位 創作人來講 其實是 很有趣的 那 說了那麼多 接著Jordan 的介紹 我也想說一點點音樂的東西 這首歌 他很巧合 可能因為大家都吞了 Edward Hopper的頻道 我們的材料 剛好其實是 銜接得很好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直揚這個旋律 起初的種子 其實我是早早在一年前有多 我看的文章 寫著2022年11月 當我最初最初想做一個 和Edward Hopper有關的show 這條旋律 就已經浮現了在我的腦裡 當時我還不知道誰是編劇 我也不知道那個show是說什麼 我只錄了這條旋律 就放下了 我一直都沒有製作 Fast forward 很多個月後 去到我收到Jordan 關於直揚這個故事的大綱 時 我馬上就知道 這條我本來都想用的旋律 和這個故事 和故事的情境 和他的情緒 是一個天作之合 我一早就 plan 了 其實這首歌 是順音樂 它沒有歌詞 有少許像電影音樂 有少許正統或古典音樂的影子 雖然不完全說得上是 本身的性質已經很適合 很內在 自己反思 好像Jordan 說 說不到的情緒 技巧上 我也想挑戰自己 寫一首不是pop song的純音樂 我幻想一對orchestra 或是可以奏 或是一對choir 可以唱 這條旋律 這條旋律 其實第一次浮現在我的腦袋 已經是E flat major 我錄下的時候 也是用E flat major 去錄下 E flat major 對我來說 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 鍵 我覺得它很溫暖 和很豐富 很有質感 有光有暗 雖然我覺得它暗多過光 但同時 亦有一種潛在的燦爛 我聯想很多 Edward Hopper的畫 尤其是他玩一些 日光光線的街景 例如Sunlight on Brownstones Early Sunday Morning Railroad Sunset City Ruse 等等 那種光與暗之間的關係 我都覺得是很E flat 所以我一直都毫無猶豫 決定我要保持這個key 雖然這首歌沒有歌詞 但我有幾個在腦海中的 Picture和情緒 在我寫的時候 給自己的方向和底韻 我又不是很想很實在地說 這句旋律就是代表日落 這句旋律就是代表傷心 因為其實不是那麼Exact 不過我覺得我都可以分享一些大廊的Picture 給大家聽 很靜地觀察一個很漂亮的夕陽 是一個Picture 回想起一些悲傷或傷痛 也是一個Picture 內心很激動地看著一個很燦爛的夕陽 也是 最後的一些解脫 一些放下 如Jordan 所說 這個Picture對我來說 佔了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可能因為它最近我整個小事化 有個project 最當初的一個初衷 以及對我來說 它真是一個最早最早的起點 好了 我現在讓大家聽一下Demo的選段 看看你們會否聽到 或者看不見到我剛才所說的 那麼多Picture和感覺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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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lu